聖歌曲 祖宗 主 祢是我们的妇佑 求祢眷顾祢的受父神 因为在祢的殿院一日 愿圣他处千日 应付既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園主與你們同在 與你們的心靈同在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在今天聖道裡的讀經一 俄澤克爾先知的這個經文 其實也出現在復活頁 或者是叫復活前夕復活頁 其中一個讀經是我們今天要讀的一樣的 為什麼這個讀經出現在復活頁 因為它跟洗禮以及零售聖神有關 先知他說 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 吸盡你們脫離各種不解 我要賜給你們一顆新的心 在你們內注入新的精神 所以這個舊月的預言 是指未來的時代 新月的時代 耶穌的時代 或者是教會的時代 這個聖喜聖士 以及堅持聖士的恩賜 教會一直保留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前的預言 也就在今天的教會不斷地實現 現在我們懷著前輩的心 來到天主面前 請祂怜悯我們 主耶穌,祢是我們充滿力量 好建設一個合乎祢之一的世界 上主求你垂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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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祢幫助我們在萬變的世界 活出先生的意義和使徒的精神 基督求你垂臉 基督求你垂臉 主耶穌,祢的死亡救负了我們 祢幫助我們為祢而生活 上主求你垂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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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求你的天主垂臉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得到永生 阿們 請大家祈禱 天主祢為所愛的人 準備了奇妙的征服 求祢將聖愛之火 慶祝我們心中 是我們愛祢在萬有之上 以獲得遠勝我們所嚮往的恩許 一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們的主天主耶穌基督 祂和你其聖神 永生永往 阿們 公讀厄澤克爾先知書 上主 上主這樣說 我要證實 我的名 是聖的 就是你們在列國 所亵渡的聖民 當我在你們身上 當我在你們身上 在他們眼前 證實我的名是聖 的時候 他們就要承認 我是上主天主 上主這樣說 我要把你們 從各國領出來 從各地 把你們聚集在一起 領你們回到故土 那時 我要在你們身上 灑清水 洗淨你們脫離各種不解 和各種偶像 這樣 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 新的心 在你們五內 注入新的精神 從你們的肉身內 取出鑽石的心 換上一顆 有血 有肉的心 我要把我的神 賜給你們 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 恪守我的誡命 這樣你們要住在 我賜給你們祖先的土地上 你們要做我的子民 我做你們的天主 上主的聖言 感謝天主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在我五內 注入堅強的精神 求你不要驅逐我 疏遠我 不要從我身上 剝奪你的聖神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求你再賜我 得救的喜樂 以慷慨的精神 扶持我 我要引導惡人 走上你的道路 罪人也要歸依你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因為你並不喜歡 祭憲 我獻全番祭 你也不會悅 天主我的祭憲 就是痛悔的精神 你不輕視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 純潔的心 尊貝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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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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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 要听从上主的声音 赞美 saved all. 赞美 saved all. Alleluia,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 对司机长和民间长老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 为儿子摆设昏夜 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 他们却不愿意来 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 你们对被请的人说 我已经预备好了圣宴 公牛和肥猪都宰了 一切都齐备了 请来参加婚宴吧 他们却不理财便走了 有的耕田 有的做生意了 其余的抓住仆人 凌路之后杀死了他们 国王大怒 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 分烧了他们的城市 然后对仆人说 婚宴已经齐备了 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用 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 凡是你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 那些仆人就到大陆上去 把所遇到的 无论坏人好人都参加了来 福音的第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的对象是谁 有时候耶稣将比喻有不同的对象 因此会有不同的重点 这个比喻的开头是 耶稣又用一个比喻对司机长和民间长老说 所以他的对象是司机长以及民间长老 我们现在读的刚才所读的是 玛窦第22章 那从玛窦福音的21章 耶稣进入了圣殿 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就在那边治好以及治好病人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比较 他们不赞同的一个事情 因为本来这些病人不应该进去圣殿 但是耶稣在圣殿治好了他们 然后大家都赞美他 所以司机长以及民间长老 不高兴反对他 因此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些比喻 那我们其中一个今天所读的是 这个互念的比喻 所以司机长以及民间长老 他们也是被邀请到互念 互念就是天国 你可以说天国的宴席 也就是跟天主发展以及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以及跟天主学习 这个就叫互念 那耶稣他本来就招教所有的人 不只是一些穷人或者是一些没有教育的人 或者是罪人 当然他也招教这些人 但是耶稣也招教司机长以及民间的长老 他们也是邀请的对象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借口 不想听耶稣的话 不想承认他是谁 不想跟他学习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比喻当中所听到的各种的借口 耶稣对所有的人的邀请其实是一方面也是一样的 没有人是因为地位比较高 因此耶稣就对他没有什么要求 好像他可以享受一个德权 其实有一点相反的 有地位的人他们反而的责任更大 当然他们的影响力也更大 所以这个都是互不相承 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很喜欢一些捷径 或者是一些保证 比如说如果我读这个学校 那我一定会找到好的工作 我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我一定是所谓的铁碗饭 或者是我有健保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保证 好像也是我们常常去依靠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 这个很多事都是一个 有点虚化的一个许诺 没有事情是百分之百可以保险的 你再投怎么样的保险都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 甚至于最近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保险 也是搞了一团乱 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可能先没有想好 就是这个的未来的所谓的这个成本会多高 那后来就发现一些人为了领那五万块 他就还故意去确诊 那就是真的是人的信条时候真的很难去 很难去预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真的是没有保证 没有保证 所以大家被邀请 大家被要求 被耶稣要求听祂的话 以及接近祂 看一看你跟我 愿不愿意答复 以及享受天主为我们所预备好的婚业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心中 以及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大复 现在我们一起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祢的执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祢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祢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祢 为光荣祢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身侍奉祢 主 请祢的宠爱 沐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却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三世间的安慰者圣神 亲户于我们 及切信友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职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是一切信仰祢的人 倦其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祢使祢 并使尚未同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圣信仰祢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信仰 愿祢的国安寅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勇用的使用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为了让我们献予有祸 担救我们免于修了阿们 愿主愿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里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讲父你们阿们 今天的圣道礼礼程 你们去传道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无论 我没有恐惧 不得心 请别再犯我 我刚取了消息 我刚埋了天地 还有许多的约会 和指尖的声音 请待我 指尖我没有空 有一位 为妇人在他家中摆设的联系 不值得妇里堂皇 穿戴一副长衣 有派一位 有派一位 使者有情 此周的邻居 等一尺尖 同杯就许 他们却回居 我不能去 我没有恐惧 不得心 请不吝点赞 请别再犯我 我刚取了消息 我刚埋了天地 还有许多的约会 和指尖的声音 请待我指尖我没有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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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